这个女人站在悬崖上,由于是否要跳下去,两个男人却爬了上来,看着眼前的男人,她想明白了,不想女儿找到爸爸后再失去妈妈,她扔掉定情信物后直接开车离开,亚瑟对奈尔自杀的行为很气愤,便追上去,她质问为什么做这么傻的事,亚瑟的态度让奈尔无言以对,只是敷衍地说了一句,我已经死过一次,不再无多死一次,此时的亚瑟根本不相信。 一带来奈尔爸爸的电话,才知道阿肯没有死,并且告诉警察只是打架无伤,让奈尔赶紧回到自己的身边,奈尔得知消息后开心的扫了起来,自己没有杀人,就可以陪在女儿的身边,挂断电话的奈尔表示想要要回女儿,但莱恩用摇头的方式告诉她不可能,只能再讲别的办法,莱恩看着奈尔心中百般不解,到底是什么经历,让这个女人想自杀,此时又想活下来,这边首次当父亲的亚瑟, 只要有时间就会陪着小美,她想弥补这么多年的缺失,但她却冷落了新婚妻子,新婚到现在,她连碰都没碰过这个女人,甚至都不愿意跟她说话,这样妻子很难堪,她很嫉妒,嫉妒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女儿,这一天,她拿出婚纱用剪刀剪坏,并把婚纱偷偷地放在小美的床下。 随即找来婆婆,上演一出苦情戏,一个大人跟孩子争风吃醋,简直太可悲,更虚伪地说道,不要责怪小美,她不是故意的,更不要告诉亚瑟。 这天,老夫人在给小美洗澡,她实在忍不住,逼问小美婚纱的事情,并问道,是谁叫你做这种事,是你妈妈吗? 听到此话后的小美,手握拳头浑身颤抖,死死地咬住嘴唇,一言不发。 等大家反应过来时,小美已经目光呆滞。